台式周日新偶像剧《浪漫输给你》 找来了张丽昂、宋云化、连成祥等人领先演出 那么以霸道总裁爱上你的言情小说作为题材 描述宋云化所饰演的女主角郑小恩 在现实还有小说两个世界当中不断地穿越的故事 而在这个首映的记者会上 除了释出精彩的片段抢先看 那么主角们的互动更是相当袭警 郭敏女友宋云化在发挥演技 这回饰演出版社员工郑小恩 平常负责言情小说的编辑《幻想人生》中 能出现一位高富帅的霸道总裁 正当自己一步步从言情小说中的女配角 成为女主角时 这一刻却发现自己只是在幻想和现实生活相差甚远 不知道现实世界里的司徒恶然 现在还好吗 以霸道总裁爱上你的言情小说为题材 叙述你主角在现实和小说两个世界中不断穿越 她是周日新偶像剧《浪漫书给你》首映记者会上 演员张立昂 宋云化重现恋爱桥段 女人 你就是我的天命 过来吧 过来 谢谢谢谢 暧昧指数破表 就是要让粉丝看了有感 陷入恋爱的粉红泡泡氛围中 记者总报道